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小姑娘叫做朱莉亚 她刚刚从幼儿园出来 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 朱莉亚听到了一阵咕噜噜的声音 这个声音是从她的肚子里发出来的 朱莉亚不知道 她的肚子里有一个火车站 肚子精灵们就住在这里 他们的工作是把食物弄成泥 什么 这会儿 小精灵们都懒洋洋地躺着 因为大家无事可做 火车也停在那里 整个肚子火车站里静悄悄的 突然 那奇怪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原来啊 是一个小精灵睡着了 她在梦中 偶尔打起响亮的呼噜 原来 这就是朱莉亚听到的咕噜噜的声音 朱莉亚终于到家了 一顿美味的午餐正摆在桌子上 她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很快 一大团面条通过食道 掉进了肚子火车站里 小精灵们立刻醒了 从各自的洞穴里爬出来 准备开始工作 他们呀 都是一些非常勤劳的小家伙 可是这次的情况 让他们吓了一大跳 又粗又长的面条落下来 把他们缠住了 整片的生菜也飘下来 像床单一样把他们裹住了 大肉块沉甸甸地 像石头一样四处乱滚 火车站里乱坐一团 小精灵们都生气地大叫起来 哎呀 这个朱莉亚根本就没有好好嚼嘛 总是什么都靠我们 这些心太大了 我们怎么办呢 尽管生气 小精灵们还是开始工作了 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火车必须准时出发 但是要把这么一大堆食物弄碎 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和力气 因此啊 工作进展得很慢 食物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这时 出事了 一大块东西不偏不倚地砸到了一个小精灵的脑袋上 他立刻晕了过去 在幻觉中 他成了一名导游 带着游客在肚子火车站里参观 小精灵告诉游客们 如果所有食物都被嚼得很碎 那落下的就会是小断面条 小片菜叶 小块苹果和小肉丁 即使它们掉在哪个小精灵的头上 也不会把它弄疼 我们会很快地把食物装进火车车厢 还会在里面加入很多液体 这些液体对消化非常重要 最后 我们会把液体和食物搅在一起 让它们变成泥 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说特别有趣 当一切都准备好 火车就可以出发了 嘟嘟 小精灵司机会跳到火车头上 激动地等着门尾打开大门 这一扇大门是通往小长的入口 小长是一条很长很窄 而且非常昏暗的隧道 里面的弯道还特别特别多 隧道的四壁上有不少管子 它们会伸进车厢 从里面装的泥中吸取营养 然后再把营养输送到血液里 然后火车会载着车厢里剩下的 没有的东西继续往前开 嘟嘟 穿过大长隧道 最后到达终点 司机会把车厢中的东西 从一个小门倒出去 嘿嘿 这些东西打都会掉在一个白色的容器里 人们管这个容器叫做 马桶 嘿你怎么了 一个声音把昏迷中的小精灵唤醒了 几个同伴正忧心忡忡地看着它 食物暴风雨这时已经停止了 一座巨大的食物山正堆在轨道旁边 车站里空荡荡的 只剩下最后一列火车了 其他的火车都装满泥出发了 没有了那么多火车 这座食物大山怎么被运走呢 小精灵们正在犯愁时 突然刮来一阵刺骨的寒风 接着一堆雪泥状的东西 从食馆里呼呼地喷涌出来 它们是香草冰激凌和巧克力奶昔 太过分了 我们收购了 小精灵们在冰天雪地中大声抗议道 火车站里的温度越来越低 最后一列火车被动在轨道上了 小精灵们开始举行抗议活动 它们大声喊着口号 气呼呼地砸墙 使劲跺脚 我们要全卖面包 我们要全卖面包 不要冰激凌 不要冰激凌 罢工 罢工 这下朱利亚可惨了 她的肚子开始疼起来 朱利亚生病了 因为她吃得太多太快了 终于在小精灵们快被冻僵的时候 冰雪开始融化了 一阵温暖的雨从天而降 原来朱利亚正躺在床上喝热水 她的肚子上还放了一个热水袋 过了很长时间 一列列火车才返回了肚子火车站 此时他们已经被泄空了 小精灵们把剩下的食物装进车厢 大山慢慢消失了 小精灵们现在又可以休息 玩耍和美美地睡觉了 朱利亚感觉好多了 她的肚子也不疼了 高兴地翻了许多跟头 肚子火车站里的小精灵们 觉得好像坐上了过山车 他们已经分不清哪是上 哪是下了 饮料太甜 要少喝 腐蚀车站 太可怕 精灵喜欢 西兰花 希望你也 爱上它 即使糖果 快不大 处理起来 也很难 骑着碗豆 跳跳跳 小精灵们 很喜欢 可可奶油 黏糊糊 粘到它们 逃不脱啊 树片太多 热热热 精灵浑身 不舒服 橡皮糖呀 扯不断 小精灵们 心里烦 全卖食物 有营养 多吃一些 身体健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儿了 小朋友们 可千万不能贪吃哦 不然小精灵们 可是会生气的 我们要让肚子里的小火车 每天都能够顺利到达 这个故事 你们喜欢吗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核桃妈妈的新故事了 你们也可以把喜欢的故事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 亲爱的小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故事 或者想跟核桃妈妈 分享的事情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今天就到这儿了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